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雨潔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在台北車站的北門旁邊了 現在可以感受得到 台北的太陽已經太出頭來了 因為現在雨潔已經站在這邊 覺得有一點點就開始微微的冒汗了 的確我們要提醒大家 今天這個溫度還是比較高 如果要長時間待在戶外的話 記得要做好防曬囉 那麼今天也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日子 因為今天是9月3號 也就是軍人節 在這邊要跟所有辛苦的 國軍弟兄姊妹們 說聲軍人節快樂了 那麼雨潔為什麼現在會在台北車站呢 因為要告訴大家 這一次我們的國軍 是跟機械公司首度合作 要推出國軍形象彩繪列車 非常的可愛 上面有我們的青山大使柴小寶 那柴小寶會有三個造型 包含像是穿化學兵服裝的造型 另外還有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的造型 以及非常帥氣的空軍服裝的造型 那這個彩繪列車 會從今天早上開始守行 將會行駛四個月 會一路到12月31號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不妨可以搭上這列非常可愛又活潑的 國軍形象彩繪列車 那麼另外今天是軍人節 也有很多的樂園推出了相關的系列活動 要提供一些優惠給我們的軍人朋友 趕快帶大家來看到有哪些樂園哪些優惠 像是在六幅村的部分 只要你持證件的話 就可以享有一人入園199的優惠門票 那麼另外在劍湖山市街 不錯喔 邀請大家是兩人入園的話 只要持證的話 就有899的優惠的價格 那麼另外來看到利寶樂園的部分 還把優惠的對象跟範圍是拉大了 包含像是只要是警銷 還有是軍教 甚至是我們的醫護人員 只要持證件入園的話 同樣都可以享有199的 這樣子一個便宜的價格 另外要來看到一大世界更划算了 從9月3號到5號這段時間 只要是軍人朋友 只要持證件入園的話 通通都免費喔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些優惠 來趕快告訴大家 建議大家在假日的時候 不妨可以安排活動出去外面走走囉 好啦那趕快來看到 週色假期如果很多人想要外出的話 一定很想知道天氣狀況如何 我們趕快來看到一下 從今天開始的天氣狀況是怎麼樣的 其實在上午除了清晨 有些零星雨氣之外 您可以看得到 其實目前的水氣狀況 算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喔 還是會有降雨的機會的 從雨區暴圖上面可以看得到 今天包含像是 從午後開始山區的部分 還有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有機會降雨 尤其在中南部地區 還有山區的部分 這個雨是偶爾會下的比較大喔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外出的話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去 可是沒有下雨的時候 真的還是覺得比較熱 像現在雨間已經在冒汗了 的確今天全台的高溫都來到32度以上 尤其像是在北部地區 這個高溫還有可能會來到34度 甚至34度以上的高溫喔 所以如果要長時間待在戶外的話 記得要多喝水了 好的為大家整理一下 這個天氣小丁寧的部分了 整體而言這幾天天氣狀況 由於太平洋高壓的勢力減弱的關係 所以包含像是在東南部地區 一整天可能會有一些 零零星星的短暫降體 那麼另外一方面 像是午後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了 在山區還有中南部地區 這個雨是偶爾會下的比較大一點點 那麼沒有下雨的時間 大家整體感覺起來 還是會覺得比較悶熱一點喔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曬 多補充水分囉 好的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好來看一下